大家好,这里是16根羽毛 我们知道,男单杀球记录由身高2米05的柯丁保持 球速时速426公里 那你知道,女单球速最快的是谁吗? 是身高马大的新度? 还是灵活敏捷的戴姿颖? 杀球球速和身高有关系吗? 日本混双冬也有杀球速快吗? 马来西亚女双城康乐的时速438公里是怎么回事?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戴姿颖及羽球的精彩内容,你就不会错过了 我们知道,男单球速最快记录是时速426公里 由丹麦2米05的柯丁保持 身高1米94的安赛龙 最高球速是时速419公里,排名第二 第一个问题,身高和杀球球速有关系吗? 女单谁球速最快? 女单顶尖球原理,身高1米79的新度 杀出过时速334公里的球速 国宇身高1米78的高仿杰,杀出过时速309公里的球速 身高1米72的马铃,以暴力打法著称,杀出过时速324公里的球速 接下来,我们来接小女单球速前3名 排名第三个是王怡涵,身高1米78,最快球速时速359公里 我是王怡涵,是前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成员 获得过8次世界冠军 359千米每小时,是杀球女子榜单的世界第三名 排名第二的是戴姿影,身高只有1米63,最快球速时速366公里 排名第一的是同样技术流的英达农,身高1米65,最快球速时速372公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截止到2019年的数据 当时的男单球速记录,是李宗伟保持的时速417公里 通过女单排名能看出,杀球球速和身高没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日本混双运动员冬野有杀球速快吗? 冬野有杀是有名的盟女,以后常跳杀文明 看比赛里,她的起跳高度和杀球动作确实挺强 这杀球能力在混双女队员里,算是很强了,可以当男双用 双脚跳杀在双打里很常见,但跳杀并不代表球速就快 大家看杜鞭勇大的这个跳杀 再看桃田闲斗的原地战杀 感觉哪个速度快 感觉跳杀很猛,但实际上桃田的这个杀球球速更快 桃田球速377,杜鞭勇大是334 所以,冬野有杀的跳杀,更大意义在于抢更高的击球点 更早拦截杀球,而不在于提高球速 这也是单双打杀球的一个区别 第三个问题,陈康勒杀出的时速438公里是怎么回事 今年4月份,尤尼克斯举办了一个杀球时速赛 马来西亚女双选手陈康勒最终杀出了时速438公里 男子杀球记录,更是来到了夸张的时速565公里 但这个球速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得到的 用的球拍,球线,与球可能和大赛中不同 而且在没有跑动压力的状态下,可以一遍一遍地杀 在技术人员的辅助下不断调整,得到一个最高值 这个球速并没有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可 吉尼斯认可的仍然是大赛中的杀球纪录 你觉得杀球重是靠天赋,还是靠后天练习? 是身高越高杀球越重吗? 你认同一致性,连贯,落点,比球速还重要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过羽毛球最快的10个杀球 球速都是多少? 都是谁杀出来的吗? 论球速,目前世界第一的安赛龙也只能屈居第二 还有为什么球速400多却看起来没那么快? 陈文宏杀出492位石墨没进排行榜 以及身高1米7能不能杀过时速400公里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我们还说过,在2019年之前 羽球球速世界纪录是时速417公里 由李宗伟保持 李宗伟曾两次达到这个球速纪录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下打出的? 以及对手是谁吗? 看完视频,你会恍然大悟 而且会发现现实中的球速 比转播里看到的球速快得多 看现场视角,真的要惊掉下巴了 职业球员杀球当然很厉害 我们还说了,普通爱好者 业余大神,训练过的初中生 分别能杀出什么速度 球速能超过时速300公里吗? 渡边勇大,陶田咸豆分别能杀出什么速度来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而且会发现,你的杀球速度 也许已经超过了山口茧 奥远希望 以上三个视频,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再提醒一下,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戴资营以及宇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羽毛球的栏目 节目会在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了,宇球快乐无限 我们下次再见